文字幕志愿者 李志甲 徐雪社中心网兰州9月27日电记者徐雪收藏燕迪40余年的李志甲近日在甘肃兰州将藏品面向公众展出其中距今4000多年的燕迪鼻祖彩陶神归燕迪堪称是精品中的精品此外还展出汉代至清代各朝代百余种燕迪造型各异反映出中华传统文人 生活方式的无穷风雅 甘肃省收藏协会党委书记李志甲向中心网记者介绍燕迪也叫水迪水柱是古人燕墨时的柱水器 古时写毛笔字必须燕墨 燕墨必用燕迪滴水 因而燕迪同笔 墨 直 燕 同样是不可缺的文房用具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从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到写字先生再到学童每天都要用到燕迪 图为巨金色 000多年的燕迪鼻祖彩陶神归燕迪 堪称是精品中的精品 徐学是古人燕墨因燕迟小 往燕迟滴水 往往很难控制水量 于是就改进发明了滴水的器具 燕迪 燕迪和水不相似 用途是盛水和注水 都有除水枪 进水口和出水口 不同的是燕迪无改 进水口亦是气孔 一只手指或按或松进水口 其能自如控制出水口流水量 李志甲说 展开全文 前人评价燕迪 气必有行 行必有义 义必吉祥 李志甲称 从材质看 有瓷 桃 紫砂 金 银等各种材质 从制作工艺看 有拉胚 捏素 雕刻 香榭 赞马等等 从形制看 世间万物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人物 动物 植物 神话传说 历史故事等 应有尽有 此外 还展出了 汉代至清代各朝代 百余种燕迪 造型各异 反映出中华传统文人 生活方式的无穷风雅 徐雪设在展馆中 数百件精品燕迪吸引民众驻足欣赏 80后兰州市民苏晨熙说 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欣赏燕迪 没想到 古代的文人仰视 对于文房用具如此用心 渐渐都是艺术品 市民燕迪收藏的李志甲 还花费大量的时间 研究其背后的文化历史 如果说笔墨指燕 是古代文人书房中不可缺的实用四宝 而相比之下 燕迪的把玩价值 却大于它的实用功能 古养别致 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 它寓意美好 题材多量 或构思精巧 或雍容华贵 其拥有对象 则往往是达官显贵 文人莫刻 充分显示了豪门望族的审美情绪 他们的情绪和喜好 是大师们制作燕迪的标准 因此 传承至今的燕迪类作品 大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建藏价值 备受追捧 他说 顽图为造型各异的燕迪精品 徐雪社责任编辑 孙静波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